三百四十万房款撕裂母女亲情 兄妹隔阂让事情变成僵局 女儿跟您的这个儿子是不是有很大的保存 我妈有一份遗嘱 一份遗嘱变名子女亲书 是谁在挑战母亲权威 破碎的亲情又该如何找回 来 搬个凳子吧 坐哪儿 随便 我坐这边 你为什么坐那儿啊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生活广角节目 我是主持人孔曼 一家有事 大家帮 今天这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还是首先通过我们的帮女郎了解一下 北京帮女郎 生活帮你忙 大家好 我是帮女郎李嘉 我现在是来到了海淀区的杨阿姨家 杨阿姨打电话来说 自己的房子被女儿偷偷地卖掉了 而且现在她和女儿的关系十分僵持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来来来来 这房子应该是我主动卖与不卖 她不征求我一件 她偷偷给卖的 是吧 后来她又跟我说 后来我跟她打架呀 要钱呢 她不给呀 这就跑了 这公司就跑了好些日子了 走了有二多天了吧 就是说把她的东西都 那衣服都拉走了 弄了三辆汽车拉走了嘛 那此时此刻呢 在我们帮女郎的搀扶之下 我看到了有这么一位年龄很大的阿姨 来我们掌声还是把她们请上来 来有请 请坐阿姨来 谢谢 好来您请坐 您能告诉我今天 您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来 您的第一诉求是什么吗 我零四年买了一套 回轮外买一套房子 一直到去年的九月份 我这闺女偷着给我卖的 那时候真是我一分钱一分钱买的 她一毛钱都没钱 女儿偷偷卖掉了您的一套房子 现在您需要找她讨个说法是吗 不是讨个说法 我要讨回你的钱 钱她也不给我 一分钱都没给您 她卷着三百多万 她跑了 她跑了二十多天了 是她愿意买的房子才卖的 这么严重的局面 她跑了 都不回我的家 杨阿姨72岁 北京人 求助类型 房产问题 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是好好来听一下 背后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到今天这一步 这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呢 9月10号 2016年的9月10号 您一分钱没拿到 拿到了 卖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卖了三百四十万 9月10号那天 她胁迫我拿出房本了 房本一切首约 不是买房那些首约 都在我这 是吧 这十多年都在我这 她卖房呢 她得找我 结果呢 她不通知我 她把中介引到我们家里 在我那屋里头 那儿就坐 是我妈上 是那个把那房子挂在 中介上的人 人家来的 可是我很奇怪呀 这房子是您的 房本在您那儿把着 对 她用什么办法 帮您的房本 给拿走的呢 这中介不是在这儿吗 她我一进门 她就说 您这房子不是要卖吗 我中介来的 上咱家来了 人家要卖 赶紧跟人说吧 把房本拿出来 登记了人家 我说我还没考虑好呢 怎么就把中介引家来了 您之前跟她说过 有这个意向 前几年都说要买房 我再买一滴的 我就说 我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那个是六楼 我说买一滴的呢 我也将来 我还能住上几天 将来那个 我死之后呢 这房子就给她 她也挺孝顺我的 我就给她 是不是啊 九月十号那天 她又要挟我 你拿不拿呀 你卖不卖 人中介上咱家来了 你不卖 你干嘛呀 留着干嘛呀 卖的价钱挺高的 还不知足啊 那中介也说我 这个那个的说我 我说还没考虑好呢 你们别要挟我 别骗我 我其实当时 我就感觉 她是骗我的 但是呢 我还是无奈的 我就把房本拿出来了 拿出去 让中介登记走了 她怎么拿出房本来的 她给的我 她主动给了 嗯 头一天登记走了 第二天就面谈 第三天就往前 你说怎么那么仓促 我就说 后来我越想我越傻了 我就没足意啊 买卖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手续 您都参与了 我背后参与了 您可以不去啊 后面都不配合完成 对对对 还是我的错 怎么说呢 我也贪除这个价钱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从您心目当中 也是认同买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而且您是认为 房子卖掉在这个时候 价比较高的时候 卖掉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套房子 并不是你们居住的房子 是投资的房子 对吧 投资的房子 如果说卖完了 这笔钱都是由您自个儿拿着 可能您就没有这么大的意见了 对不对 对 我老觉得窝心 我那房子明明白白 就是我一分钱一分钱 打买的 为什么现在他 我得跟他要钱 张儿手要钱 前期采访时 杨阿姨说 女儿之所以敢拿走 340万元卖房款 是因为在2004年买房时 留下了货根 当初房屋登记在了女儿名下 她没想到会遭遇今天这样的变数 如今她是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 那您当时 为什么要用她的名字呢 买房那年我是60岁了 我到银行去贷款 人家不给我贷了 我就和姑娘商量好了 我说这房子已经买了 说贷款我这做不了了 我说要不使你的名字 你上单位开出证明来 有产还能力 人家就这房子就算定了 借名买房 借她的名买了房 我这有一纸协议 我们俩人还做了一纸协议 就买房那天 我就跟她做了一协议 我跟你多回问有这个 要不然我一点证据都没有 当年2004年的时候 做了这么一纸协议 对 协议内容大概是 因为我在回东贯 买了一套房 一居使日期是2004年10月30号开始 做贷款9万 以付10万 总房贯是19万是吧 19万 因为我是退休工人 单位不给证明做贷款 用女儿单位所出的证明 做的贷款 每个月我拿出2100块钱 也就是您 一直到2008年为止 这套房的产权和所有权都属于您 对 所有 我就认为 现在因为这套房的名字是您女儿 所以特此签约 这套房永远属于我 对 注明到我年老时 谁对我孝顺 我就把这套房给谁 每个人都签名了 一事两份 我没跟她写过这个呀 当时您签这份协议的时候 是你们两个人在场 还有其他人吗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场 这个协议内容是您起草的 还是谁起草的 这是我写的 都是我写的 您当时给您女儿立这个字句 立这个协议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 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是吗 不是 我哪有这意识啊 那您当时为什么要 我哪想到有这面啊 您当时为什么会给女儿 来立这个字句呢 我说我买了房子 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 我要买了这套房子呢 写了我姑娘的名了 将来我儿子要知道了 她会饶了我嘛 结果我就 我就想心想 我说跟姑娘 我就签个月 写个条 你是怕一碗水端不平 端不平 所以您是出于这个角度的 对对对对 这我估计可能 能和来他们写的 这十多年来 一直是你女儿的名字 这个房子 对对对 当时出资十九万 这个十万块钱的首付款 是谁出资的呢 是我 都是您的钱吗 不是我的钱 有女儿的份额吗 没有 她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她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这九万块钱贷款 是通过女儿的名字贷款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女儿这九万块钱 是你每个月在还月供 还是说她拿钱出来还的呢 每月都是我拿钱 我亲自到银行 北京银行四道口分行 去交 所有的钱 都是由您个人出资的 对 只是借了你女儿的一个名字 就借她一个名字 什么她都没有付出 明白 都是我的付出 钱 辛苦 心血 都是我的付出 但是房子卖完之后 钱却全部打到了 她的账户上头 全都打账户上头 一分钱都不给我 我现在哪里都梦了 听她说我梦了 她说了 我为什么不给你钱 我给了你钱 你就给你儿子去 她就怕我给我儿子去 杨阿姨说 毕竟她膝下一儿一女 女儿有这样的顾虑 她也理解 可是她和女儿在卖房前 曾经口头约定过 卖掉六层这套依局室 再买一套低层的房屋 而且同样登记在女儿名校 为何这样的和平约定 却没有得到履行呢 您当时想着说 这个房子卖掉了三百多万 拿来买这个矮层的 对 这中间还会有差额是吗 有差额 我给她看了 我看了吧 七八套房 就是有九月十三号 我就去上红尘馆看房 我一天不落 我天天上红尘馆 去给她看房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套 还写你的名 到我死之后呢 这房是你的名 就是你的了 你哥哥也跟你争不着 我说妈给你写一个呀 条 夹在这个房本里头 就好像我留个遗嘱之的 我说余异的 前说没关系 这个房子 与你的哥哥没关系 看好一套房 给他打电话 我没空会 你瞎看什么呀 就这样 但是我还不醒悟 说他不愿意买房 我这要不是做妈的心 可能太强了 没有想到 其实你们俩的医院 没有达成一致 就没想到 我那女儿就不想买房了 她想把这钱挂挂了 我就想不到 我这个二十天 我天天给他开房去 都是扬话里的 跟我唱歌 唱歌玩 跟我成人气我 我说我还不明白 我还继续给他看房 你说我傻到什么程度上 你不是给我钻的 我这钱我弄得糟了 我就不可能让你给你 有一个居卖那房去 九月十号买的房 九月二十九号 我这腿就走不了了 累的 累的 跟你说到今儿了也是 腿就折了 我明白了 阿姨 所以我心不横啊 不平啊 你们家现在是每个人都有房子住是吧 都有房子住 女儿自己也有房子住 你们也有房子住 女儿没有房子住 我这女儿啊 是九四年接的婚 01年就离的婚 离了婚就回娘家来了 她没离婚 这几年 她也是跟我这儿住 她这婆婆家没有 98年 她生了一个女儿 生完那女儿 十三天就弄到我这儿来了 我养着这孩子 我还养着她 她挣钱也不给我呀 是吧 我也没跟她争论过 是吧 她那孩子 我现在给养了十八岁了 就不是 她也跟着她妈一起跑了 这次 她让她妈跑 妈 走 她不跟她这儿住 省了她 竟跟你们打架 走走走 这次是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在这个 就是卖房之后 就是这个十二月的 十二月的几号 忘了 我们那儿俩在打架来了 我这女儿啊 她让我叫我儿子 你把你儿子叫出来 我也不怕 我说呀 你还甭这么激怨我 你卖房 卖了三月了 我这儿子都不知道 你卖房卖了 我说要知道 我这儿子要知道 早就宰了你了 打架嘛 是不是 说话可能狠点 是吧 她说 你叫吧 我叫就叫 一电话就把我儿子叫过来了 儿子过来 刚坐在这儿 没有两秒钟 他就撑出两把菜刀来 帮你家子就往那边过来 查鞋上一割 能不能俩人把我宰了吗 给他们刀 我拿真拿起一把刀来 我就这么养上去了 我那儿子巴这么一打我这胳膊 干嘛呀 为什么呀 我那儿子真不知道 他卖这房 我始终卖完房 撒月 我跟我儿子没说过 一个提过这个房子 我儿子说 干嘛呀 用什么呀 嗯 至于吗 哎 这回子他那小女儿 就我那外孙女 就从床上就说 妈 咱走 咱不跟他这儿住 不跟他打架 咱走 不跟他走 快走 快点快点 他们去哪 他们就推着 他们的衣裳 就包了好几大包 我爸也算给我这闺女 买了一辆汽车 就在我们家胡锡门口搁着呢 哎 完了他打包二包的 踢不踢吧 就装着车 拉走了 拉了这三趟 我自己跑的 好像 2016年12月12日 女儿和外孙女儿 从老宅子搬走 结束了祖孙三代 相依为命的生活 女儿不知去向 母亲十分着急 女儿不仅带走了 三百四十万元房款 也绝情地带走了 母女之间这份情感 或许正是女儿的绝情 才导致矛盾愈演愈烈 三百四十万 对 您最后拿到了多少钱 就是我跟他 把他买完的房 人家第一笔钱 给我打回十万来 打到他的卡上 十万定金嘛 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要 我说呀的 我说咱们呀 你把那十万 给我打到我的卡上来 我说咱们还得买房呢 你就要搁你手了 我怕那钱 你给我豁开了 他就不干了 那天就那十万 那天晚上 他就跟我干了 我就不给你 我外的咕咕多着呢 你 你要钱 你这么拿算 你要钱干嘛 是你 我外的独独咕咕去吧 我那外孙子 也给替他妈说情 跟我说 姥姥 您甭要钱了 他那个十万 我钱哪 还不够独咕咕的呢 您别跟他要了 我拿起一顿布 我就打他妈去了 没打了两下 这小鸭子就给我 我这外孙子就给我 拉开了 后来我躺在那儿吧 我一想吧 我说是我这家头 我养的 我知道他那样外的事 他外的窟窿多着呢 所以你觉得他那钱 对于他来说 他也是不够花的 他很需要 很需要 他是需要钱 到第二天早上 我就说 我说那十万 我说那十万我钱 你就花吧 第二笔钱打过来呢 你打的 转到我这卡上 我说我今天就去看房去了 我说明天我还要看房间 你当时心里是不是在想 这十万都不给 后面的这个大笔款项 是啊 肯定是一分钱都不会给您了 那我想不到他那么狠 那结果第二笔钱呢 是十月几号打过来的 一个四十万 就在这期间打了三次价 那个四十万 他给我转过外说了 他这转一半 是谁说的呢 是我这闺女和我的弟弟 我这弟弟在旁边 哦 这是您弟弟是吧 这是我的这弟弟 哦 您好 您好 在旁边想劝劝我那姑娘 说你别跟你妈折下 你说要为卖这房 你们人来好好商量 要刚要劝劝他 我那闺女就说了 舅舅 您还别劝我了 我呀 愣跟我妈一人一半 我也不给我哥哥一分钱 哎 他我这弟弟呢 就打到他这句话了 行了 压得甭说了 嗯 你就给你妈一半 嗯 就给他截止到这 可是从那天 他是服气了 第二笔钱 我打过一半来 啊 第三笔钱 我打过一半来 这两笔钱 给我一共是五十七万五 这个尾款呢 到一六年的十二月底 还还给人家 还给打过来呢 一号那天 我就问他 我说压得 我说那尾款打过来没呢 啊 他说打过来了 怎么着 啊 我说怎么着 我说那你不是说好了 给我打过一半来吗 嗯 你还不给我打过来 啊 打什么打呀 我还买房去呢 啊 他不是跑了吗 跑外来住去了吗 嗯 他说我不买房 我哪住啊 我说压得 我可跟你这样说 嗯 我说 你要是买房去 嗯 我家就不死为了 也跟你要这个 这这这这一半钱了 嗯 是吧 我说呀 我可是我告诉你一句话 我说妈呀 就是妈 从家里卖房子 快四个月了 是吧 我说呀 妈可得了 出癌症了 我确实是得了癌症的 出息现在是 啊 我确实 我这这上都有啊 就有那件 我们也打了 他说他得了癌症 这什么时候检测的啊 出息 是前两个礼拜吧 哎呀 他知道吗 那不我就是 现在跟他说的嘛 就是一月一号的一天 我就跟他说的嘛 嗯 我说妈呀 得了癌症病了 我说妈呀 得了癌症出息 我说你呀 给我点钱呢 我吃人家那个 致癌症的那个药 嗯 是吧 我说能控制 控制几点人家说 是吧 哎 我说我没钱 我拿怎么吃啊 就这 他说呢 他说呀 爱小饼不小饼 我没说爱 那就爱小饼不小 你说这说啊 真的 来我们听到现在 我想推一下女儿的话筒 嗯 这位女士你好 哎你好 你知道妈妈 这个身体的情况吗 嗯 我知道 那当时 妈妈跟你说了 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而且检查出来癌症 跟您要钱 你真的是那么回答她吗 不是啊 啊 但是你怎么说的 我说 这什么时候来说啊 他没说 他说 他说 那个 我刚 我刚检查出来的 从妈妈说了到现在 这已经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了 有没有带妈妈去复诊过啊 我这不是说 要 那要说那个 就 就 就我 我回家 单独跟他们商量 就 就把事都 那都给解决了 那都不等我 说话 没有 好 那也就是说 您没有带妈妈去做过检查 是吧 没有 打了四次下了 一天没答应过 说 说 回来解决 那会儿您也没说 您得癌症了 哎呦 那 那您不慌 打我 那您也没说 您得癌症了 我一月一号 我跟你说的 对 一月一号 在医院检查的这个癌症 是 哪个地方的癌症 肠癌和那个 那个胃 这两方面 你们诊断报告 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那报告 人家不给我 因为她这不是医院检查的 是这样的 颜阿姨在查出自己 患癌症之后 第一时间跟女儿 打过电话的 当时女儿的那个态度 也是让我特别惊讶 咱们有一段 电话如意 现场可以听一下 对 好 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来 到底女儿当时 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这个钱打过了没 我给你打什么呀 我在买房啊 我上哪儿住的呀 你又变卦了 还骗我 继续骗我呀 还是 你不是咱说好的吗 你给我打其他什么 那您还跟我说 那个不跟我哥说 那我哥就在 也判过去了 那您说 你哥哥就没判过 你哥哥哥就不知道 就你们俩走 你俩走那天 他就不知道呢 我跟您说 我得拿这钱 我去买的 这是我自个的出路 我不可能 那我以后没人住吧 那您说 你要这样说呢 你要买房去呢 也就是正事 我也支持你买房 对不对 你买个房 你们俩 你们俩 就跟你买那孩子再好 就你们俩 就外个住到了 那您那意思 就家里就没有了是吗 对了 这样就 这样就没你 那您儿子不是 逼着您写遗嘱的吗 我刚才逼我写遗嘱 是不是他的事 我写不写事 我写不写 是我的事 我不是女儿困 让他咬我你了 我干 你现在我得了癌症了 赶紧给我 给我 我调证你 这次你不信 我这有报告 你过来看看来 我呢 我也活不了几年了 你呢 小伙伴 你呀 有灵敏心 你呀 就给我打个点下来 我调证你 我小伙伴 您让您儿子过去吧 那您儿子过去吧 这段录音是 您录下来的吗 是谁录下来的 我录的 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还录音了 对对 我会录音 推一下女儿的话筒 您知道你妈妈 对于这段谈话 录音了吗 我当时我想象不到 后来我能想到了 肯定是我哥给他弄的 因为我妈不懂 我会 我现在学会了 您学会了 谁教您的呀 我儿子教我的 那录音这个本意 这个想法 是您自己的想法 还是您的想法 就是因为跟他说 卖这房一开始 或者就老打架 我找过两个律师 咨询过 这您一个人去的 还是您带您儿子一个人去 我儿子带我去的 我儿子现在对我特别孝顺 从哪儿他一跑 我儿子都对我孝顺了 原来儿子差点事 比他差点事 您偷偷地把它录下音了 您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为了 人家律师 我咨询律师嘛 律师说您跟他谈话 您得有个录音 说我们还能给您分析分析 您的对是他不对的 是不是 后来我就又跟他打架 我们俩人又说说 就打 钱挂了就打架 所以说我长起眼了 我说 我说那个儿子 你给我弄录音 我要取证 我要取得的证 我姑娘是 他要取个证 就要把上网人告我 你知道吧 听到这儿 我想我们三文专家 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来 像这个年龄的阿姨 一般都没有这么先进的想法 或者说法律的思维方式 来处理家庭的问题 比如说您用女儿的名义 去买了房子 知道给女儿写一个协议 对 这个就很明智的选择 再一个呢 就刚才提到的 还有录音证据 这就分明您其实 思维很缜密 然后眼光也不要太阔 但是无奈的是 您做了这么多工作 可是今天还是面临 这么尴尬的一个局面 对 你分钱不给我 我可不一天就尴尬吗 我一天就窝心吗 还是面临这么尴尬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就得值得探讨 那我们应该怎么多 才能避免这些家庭矛盾呢 但是我问您一个问题 刚才我记得您说到 是您的弟弟是吗 跟您的女儿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女儿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对 她说我宁愿呀 我给我妈一半 我也不能让我哥得到 给我哥一毛钱 那就说明是 女儿跟您的这个儿子 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呢 这没有什么矛盾他们 我就认为他想挥霍你 我养这闺女啊 是一个败家子 我这闺女干的事啊 我可没少给他藏 败家子 不孝顺的女儿 母亲给出这样的评价 是因为母女之间存在 网款纠纷 还是女儿本身真的存在 很大的问题呢 来到现场的女儿 会如何还原故事的原貌呢 也很久没回去了是吧 一直在外边 就是我妈那个 那天拿来到砍我 我就走了 对 那是1月1号的事吗 12月12号 那您离开家已经快一个月了 嗯快了 这一个月也没见到老妈 就那天回去去录像 那个就回去了 我住一个月医院 你也没看过一趟 我出了院 又有一个多月了 你也没 你也就跑了 就这回事 谁给您送到医院呀 你给我送的 我让你给我送的 我还得跟 就跟家里的 完了那个做饭 那个我还上班 我到医院了 您也不理我 你没去过 我做饭 那您也不是 我给您熬那个什么汤什么的 都不知道 那在哪儿都给您送 有那么一回 三嫂子给我 带点萝卜汤去 那是你做的呀 我不知道 就那么一回 我上医院 我没去看的呀 没有 一回都没有 但是妈妈跟你说了 她得癌症这个事以后 我觉得您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作为女儿 因为她对您的评价 是以前真的还是不错的 有没有想过 抛下这些纷争 把这个房子 这个事先割一个 带她妈妈去检查一下呢 我是 我有想法 我不是说 就不来 就咱们这儿了吗 我说 咱们跟家自个儿解决 您有病 我带您去找病 对吧 你跟谁说了 跟谁说了 您那天给我打 就打个电话 您完了说说 那您有时候 就骂我不是人吧 后来我得给挂了 对啊 你没说呀 我敢回去吗 您等我回去 我带您消病去 这房钱 咱们好说 咱们好商量 你没说这话呀 我怎么不急呀 我就给你 要不是房钱 我好消病去 你呀 甭跟我什么来 让律师啊 专家们 那么给我 飞一飞一吧 好 我这女儿是什么东西 这么说 飞一飞一吧 那这说 那我就想问一下 女儿 就是 抗爷太八 伤天害你的事 你都干过了 你可都干过了 这个钱 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为什么没有打到 你妈妈的账户上 我刚才我也听到了 我妈说 那个房子 我偷偷个摸给卖的 这个 是我妈 跟我商量 说那房 就咱家那边要拆钱 那万一要拆的话 跟那住的也太高了 就换一个地点的 就我好 能那边上去 我说行 我说您也这么大岁数了 就同意了呢 是我妈把这个房子 就挂在那个 就回头往那边那边家 我挂上的 您中介谁震到我家呀 那天她就把那个 中介叫家来了 那人家那个 就来的那天挡起来呀 是我妈没在家 就六国儿去了 当六万万回来 那个人家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是这房子的名嘛 说来 就签一个那什么合同 说就问 就是三百四十万 就卖不卖 那后来说卖 这样人家才来的 那晚上结果就说 我偷摸给卖 卖掉之后就顺理成章了 我觉得 再迅速买一套房子 就没有后面的纠纷呢 说不买这房子 就是怎么回事 是我就来我家 可能是我妈给叫来的 这个我一点洒话 都没说 说你看你哥 现在那也不理你妈 说看你家的矛盾这么深 你说要不然 就为了反而将来矛盾 说买两套 就小展成的房子 说给你哥买一套 我当时就急了 我说那不可能 您是因为这个契机了 对 后来我说 我说我能把钱给造了 我也不会给我哥去买这房 对吗 因为这个房子 本人名是我的名 您现在您不给我买房 您要去买两套 就小展成的房子 可能吗 那如果说就家里这财产 那我要就跟我哥争的话 行吗 就这么多财产 这不也不行吗 您这没打算跟他争 原本 我没打算争 我只会人一说 那完了我就不知道怎么 我们就成真了 因为卖房款 母女俩打得不可开交 杨阿姨老伴去世的早 杨阿姨和一儿一女 居住在一处 三百平方米的老宅内 儿子儿媳住一个院 母女俩相依为命 在另一个院生活了十几年 这次卖房风波 彻底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我妈跟我闺女说过 说你们俩早晚你得走 先给我也得走 不给我也得走 这家我不留你们 你们这次打完以后 你们爸哪去了呀 我跟朋友家住的 孩子那个就出租了 那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您打算怎么办 这个家就这种状况 我能回去吗 那我也回不去吧 我今天我开公交车的 我每天下班就这么烦 就完了以后 还得吃点饭 那晚睡觉 我也睡饱 光光光光光 我这睡着觉 就光着门了 让我进来就拿东西 今天呢 你朝我又骂我 那有什么就用点钱 我说白了 那用点钱 那心情没有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 对吗 我也是没心中养的 现在是你们情况 是没有地方住 也没地儿可去了 现在这个钱嘛 说实话买房也不好买 那么这笔钱 您这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上哪去买地亚水 那我也得买呀 不管是我呢 这孩子刚十九 之前妈妈对你的评价 说女儿之前不错 就因为这房子 对您的评价一落千丈 我就在琢磨的 可能这不是针对妈妈 有可能是针对哥哥 女儿跟您的这个儿子 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呢 这没有什么矛盾他们 他就是拿这钱呢 是捨不得给我 果不其然 您一上来就说了 是针对的哥哥 我这个造了 我也不愿意 跟我哥去买房了 您跟哥哥之间 有过节吗 我那天我给他媳妇打了 他快快死我了 因为他媳妇就骂我妈嘛 哪一天的事啊 有两三年了吧 就我哥哥上房街吧 就打我妈骂我妈 胡说八道 人就没打 然后你就站出来 帮妈妈出气 就我妈让我闺女 给我打电话 我从外边回来 我是那个 就问他这什么情况 后来就急了 后来我给你走了 推一下妈妈的话筒 阿姨 的确是有过 这么一段往事对吧 有这么一段 是有这么一段 他替我出气了 已经出气了 大吼的天天骂我 还有一点 我这个儿子 就是这房子就骂了以后 当我东东救呢 我没法吃点饭 就我妈就是说一句 你为你家 你没做过贡献 我说我怎么做过贡献 那我说我为您差点 我去住15天 我给我嫂子那个打了 他告诉我 我怨上的妈 我当时就还心了 不是那您说我本了 就因为那点钱 你就这么恨我 恨你 恨死你了 到今儿里边 给我钱也还是不行 我觉得妈妈那么说了以后 上来以后 平常就骂我 可骂了可厉 像说一般的人 他会觉得我要还击 我要攻击 但他上来以后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 他说过一句 妈妈不好的话 始终在讲述事实 对吧 讲述就是说 这个过程倒是怎么样 这个钱 我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妈妈有没有问题 我相信三位专家坐到这儿 已经知道妈妈身的问题 其实也很严重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觉得这一点呢 倒是足以看出来 其实女儿跟妈妈的感情 还是挺深的 是的 挺深的 我特心疼我妈平常 就是因为这房子 反正就是那种种原因吧 前妻采访时 女儿说 她离婚后 带着孩子 一直和母亲生活 母亲身体不好 全靠她来照顾 全个疼疼病 心脏也不好 今天会犯病 我就在家 就我们在家 就在家 都完都是 那夜里就两年 就都得去 我们一会儿 我妈一有病 我就得请假 人家儿子从来没请过假 完了下班 上边赵伟爷 待会儿 她说走了 我回家给媳妇走办去 我一个月一个月再请 那你说 我家里有那小孩子 这我妈又病了 那我不请假怎么办 这次为了解决家庭矛盾 编导与女儿约了多次 最终才在休息日 见上一面 她担心耽误工作 见面了解才知道 原来她为了母亲 可以不惜一切 母女感情深厚 是什么原因 导致母亲情感的天平 开始向儿子倾斜的呢 你觉得妈妈 是因为什么原因 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 突然又想换成 买两个小产权的 我没想过 你都没想过呀 对 我没说买两套 她舅舅说 那这期间 妈妈接触过什么 就有对我说的 舅舅知道 这中间的原因吗 就是您的姐姐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这事我还真不懂 您就光传个话筒 就没问问姐姐 为什么现在这样 她那意思 打算买两套 她意思就是 也是那意思 想着给她儿子一套 那会儿我哥可能还不知道 母亲自己的想法 对 她可能想着 为了缓恶 就家庭嘛 你知道吗 为了跟缓恶跟儿子的关系 或者没准以后自己晒年纪了呢 除了靠女儿也还得靠儿子 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吧 也许会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是意思吗 对于母亲突如其来的决定 女儿有些措手不及 72岁的老母亲早已习惯独自拍板做主 本希望通过卖房款来化解家庭矛盾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么多年来是不是 妈妈说什么 顺着她就挺好的 但是一旦没有顺着的话 可能就会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跟我妈一会儿生活这么多年 就是我挺感激我妈的 你感激的 对 因为我离婚 她收留我妈 又帮我 就养了孩子 又给我养了十八年 真的像妈妈说的那样 就是说养大这个孩子 都是妈妈在付出 在花费 包括当时请保 我妈就说孩子上学 什么 就是乱爸就乔饼什么 那都是我跟她把一人一棒 我妈给我确实是 那扶养这十八年那孩子 就帮我三十八 我直接了到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这个房子是谁的 我认为这房子就是我的 是我的名 就前进那款 我已经跟我妈打将近六十万了 妈妈现在假设非常的坚持 说这房子你最钱你就得给我 你要不给我 我就跟你拼了 我就跟你玩命 我不能玩命 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钱也不能给妈妈 不给 我还要生活呢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还得养个孩子 我还得租房 妈妈刚才常已经表达这观点 如果说这个钱你不给我 再不给了 但是我那生活还有那么多财产呢 对吧 还能值好几千万呢 真的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了 你也不拿这个钱出来吗 我户口跟那儿呢 你的户口在那个里头 对 假设现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卖房子的这三百多万全归你 但是家里的所有的财产 妈妈决定全给到哥哥 您能接收吗 我妈有一份遗嘱 我妈有一份遗嘱 我都不知道这份遗嘱的事 刚知道 刚知道 那也是当 就当我舅那文写的 花了一千块钱就公正的 遗嘱已经写完了 对 遗嘱的内容 什么时候写的 有两年前 我都是跟着去的 你哥知道这份遗嘱吗 不知道 来推一下妈妈的话筒 阿姨你好 您的确是在两年前做了一份遗嘱对吗 做了一份遗嘱 这个遗嘱您的儿子知道吗 不知道 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吗 今天也不知道 您方便在这儿把这个遗嘱的内容告诉我们的律师 一二年的时候 我那儿媳妇骂我 我跟儿子说 那个儿子跟我翻脸 她向着媳妇 那个竟跟我打架 又什么 又接我房码吧 我真的恨他哥哥 我就认为这闺女呢 跟我挺好的 挺接近的 我就说把终身边贴给她了 就靠她了 是不是 我就写了一份遗嘱 写一份遗嘱 我把我这 我就说这平房这一半 我这个份额 将来我就给姑娘 是我一直保存着 一直不让她哥哥知道 所以就因为这遗嘱 就促使我这女儿 胆子也大了 她就这么样坑我害我 好 今天儿子是不是也来到节目现场了 要没有这遗嘱 她没有这么大胆子 今天在这儿把这遗嘱说了 您不怕您儿子有意见 那我不说就不行了 这么些年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 寒心 我这有点心寒了 好 看一下儿子的话通 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你知道家里有这么一份遗嘱吗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今儿来节目里大收获了 哎呦 收获太多了 那刚才妈妈已经说了遗嘱的内容了 您对这个内容 是不是感到也挺意外的 我现在 又意外 又心寒 心寒 在前几年 的确是跟妈妈的关系 也不是特别好 对 我承认 我跟我妈妈 我母亲的关系 有一阵不愉快 我承认 好 谢谢 好 看来这份遗嘱 您刚才自己说的 其实说实话 我要是您 我不会说的 因为已经做公正了 你为什么会说呢 所以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会说呢 这不就关于这楼房的事吗 我妈在这个遗嘱上边 那写的这个楼房就是我杨维梅的 就扎把锅 就根本就说 跟他跟我哥没有关系 好 也就是这遗嘱里面 也对 你们最近卖的这个房子 已经做了归属了 对 妈妈刚才说 首付款 以及之后的贷款 都是妈妈付的 是这样吗 就借他一个名字 什么他都没有付出 可是那里边 就我也给他钱了 什么钱 就是我每个 那个交给他钱 就两斤多块钱嘛 交给他什么钱 就是他买房的钱 为什么交这个钱 这名是 这名是我的名 这个不符合常理 这份协议当中 明确的写明 简单的概述 这是要借名购房 借你的名字 买了一套房子 所有的钱 说妈妈来付 按照这个协议来走的话 那么就是妈妈去付的这笔钱 而且刚才 我们在问到妈妈的时候 妈妈非常明确的说 每一次去银行还款 都是我亲自去的 如果说你认为 这个房子之后的还款 是你去还 你根本不用倒二次手 因为贷款在你的名下 既然在你的名下 你干嘛 要把钱给到妈妈 妈妈再去银行还款 你直接去银行 把它还了不就行了吗 很简单的事情 反正我说 就那会儿 我想我们还是坦诚的说 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给那笔钱 也没有定性 是吗 其实妈妈的那份遗嘱 对于你来说 更加的认定 这个房子是你的了 我说 刚才我妈那么一说 我真的没往那想过 我就说这房卖了以后 如果说 那没有多少钱 就是穿过去了什么的 我 这不是前期 我给他打了一个 那个钱了吗 哥哥跟你的妈妈 现在关系倒是好起来了 从什么时候 开始好起来的呢 就是这个 后期这款 没给我妈 就打过去 完了 就我哥跟我妈 就开始 就是俩人成天的 就是我哥 把我妈的物宝吗 因为我上晚班 我不知道 她说的什么话 什么都是 我闺女听见的 刚才 这个女儿在现场 一直用的是 不称呼我哥哥 而是说她儿子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转换 就可见您内心是 多恨你哥哥 一二年 你替你母亲出头的时候 但是到今天 你被逼搬出来 然后妈妈又跟哥哥 站在一个站毫里 你这时候是不是 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因为我和我妈一块生活 家里的所有的事 就包括我妈跟结婚打架 转我猪头 她就是那个 女儿认为母亲像着儿子 母女俩冒僵之后 她觉得这个家手回不去了 拿剩下的卖方款 解决她和孩子的居住问题 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那么回到现场的母亲 会不会让女儿如愿以偿呢 我觉得您给女儿 其实不是争的是这个钱 争的钱 更重要的是这口气 这口气不无所谓 您不把钱给我 代表着对我的一个挑战 对 对吧 您对我权威的一个挑衅 对对对 虽然我身后有好几千万的家产 但是二百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试金石 对 我怕你这女儿给试出来了 对 关键身后还有一儿子 对 我身后还有儿子 还有孙子 还有儿媳妇 都有 这女儿当时帮您去 出去帮您去打 打那嫂子说 是为我 那首先咱们得说啊 打人不对 得批评她 是 给您撑腰去 那会儿您觉得这孩子好 那会儿觉得是好 那会儿是不是站出 你跟人说 我告诉你 你可别欺负我 我告诉你 我身后有我姑娘的 说过这话 有这种你的思想 有这个 我女儿厉害 今后您再出去 有人欺负您 您就跟人说 我告诉你 你不能欺负我 我身后有生活光角 对 人家跟她这么说 对对对 我谢谢 这个爱情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不怕吃苦 真的是勤俭持家 把这个家 家业弄得这么大 就在北京都手去一指 好几千万的家产 说实话 作为您的儿女 很幸福 想幸福 少奋斗很多年 不感恩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 把这个事先放一放 再往回放几年 您跟闺女 其实感情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您还是挺认可 她的付出的 对不对 她平时对你还可以吧 行 我对她也可以 我养了她四十年 我养了她闺女二十年 这个生活费 要干的时候 你今儿跟我闹僵了 这个赡养费 和这生活费 你给我 你得给我 老妈妈的自己的 您给我念去吧 这样子听听 写了一份的 一个书面的诉求 对诉求 内容很多 我大概给大家 更干一下 就两条 主要的内容是说 我帮女儿 抚养了孙女 十八年 二百一十六个月 我给你帮传了孙女 所以我给你帮忙 我以为你帮忙 我的天啊 我给你帮忙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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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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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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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矛头可能有时候 只像他哥哥 就是他这个事情这么处理 可能有他的考虑 他刚才也讲到了 他宁愿给您 或者说宁愿后悔了 他也不愿意给他哥哥 他宁愿给我一半 也不给我哥哥一毛 这话是当着我弟弟说的 为什么对哥哥 有这么大的怨气 我跟他 其实我也没什么怨气 我跟他有怨气 那也都是那会儿 就我妈那个 就跟他们那个 就发生矛盾嘛 你还是觉得 他们对妈妈不够好 对呀 所以你觉得 他们也不配得到 妈妈这些财产 那你说 他作为儿子 我嫂子骂回我妈以后 打骂骂骂 把他跑了 他们那班都七年 送我妈给拿着房钱 就外边住房 那完了以后 还帮他养着孩子 觉得哥哥不孝顺 那可不说 完了说这边快再见了 这带着媳妇孩子 就回来了 这是事实 不知道 不知道 12月初我才知道的 12月初 房子都已经卖了三个月 您才知道 对 我瞒着的 不跟他说 如果您要是 之前知道的话 有要知道的情况下 发展不到在这个地步 我是家里老大 我早把这事给压下去了 我震慑 我也能震慑我妹妹 你怎么震慑你妹妹 嘴子不是吓我吓我 她什么的 你妹妹这么办 她刚才也说了 是因为房子是她的 她一直这么理解 法律上是她的 嗯 情感上是我母亲 法律上确实是她的 打官司都打不赢 嗯 我跟你说三个字 不简直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就认为不一定 您说话 那我心里有苦辣 谢谢 你 你法律一直太少了 你还不是我呢 不如你 那当然了 我要打我能打赢了 你听不听 但是你没想打 对不对 我没想打 对 来这儿就不是想打官司 当然来咱们讲情 讲理 讲法 对 讲法 那我也听说后来 之前因为儿子儿媳 与母亲关系不对付 2012年 母亲立下一份公正遗嘱 将300多平方米的老宅 一半份额留给女孩 我妈有一份遗嘱 我都不知道这份遗嘱的事 刚知道 刚知道 时至今时 母女之间发生了不愉快 母亲会不会改变初衷 废掉这份遗嘱呢 感谢是她突然会烧了 那遗嘱 烧了 烧了 突然处那也有备份 突然处那有 我已经撤了 你已经去撤了 看这老妈妈多麻利 儿子带您去的吧 谁带我去 我到哪儿我不去 我都不知道 她很懂法 这个您闺女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时候撤的呀 前两个月 老妈妈 我问您的事 假设您这儿子姑娘 都不孝敬您 您看就我们仨 你也得对 还有我 这四个 我们四个 你也得对 天天就四众 你妈还加上我们那边 一日周五 周六周日呢 我们全到 一日周五我们一人一天 然后回头您得放 都写个一路给我们 您同意吗 我没那炸我 你们这大律师一个一个的 我看了没有 我哪趁你们这么好的呀 老太太心理明镜知道 对 我根本就不上我那个套 你们是外人 我们这才是有血脉的 太太我姓杨 我跟你们一个姓 这不都是姓杨的 您这姓杨也是的 您那是在外边的 看到没有 姓杨也不行 您就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这两块才是 她嘴巴上说 我这俩人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心里明镜似的 最后还是留给他俩 我现在要的是一个态度 对 你得让我舒服了 对吧 老太太这个人 哎 这还得留给他 您说我这么大家产 我能带走什么呀 我连那家植物都带不走啊 哎老爸妈 我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次女儿不给你这钱 你算了呗 反正迟早要给他的 不行 不行 那一马归一马 一马归一马 那个时候有两千万给你是那个时候的事 对 现在二百万 你跟我把二百万的事说清楚 对不对 对房价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我的权力不容挑战 算不清楚 我这人不懂 是这样 那怎么办 刚才儿子说了一句话 对 非常关键 儿子说 地位权威不容挑战 不容挑战 这就是老妈的风范 对吧 这是我的标准 来推一下闺女的话头 来 女婿你好 你好 你是12月12号离开家了 对吧 你妈妈在你走了之后的两天之后 去公正处撤销了当年她做的那份遗嘱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么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 我什么 我考虑管什么用 我都吃完了 那么如果说现场妈妈 对她其他的财产 想做处理的话 您是不是也是一个 不管妈妈做任何的决定 我都是接受这样一个态度呢 她如果说 要是做决定的话 嗯 那就让她做呗 反正这个 这个最后这一笔钱 我绝对不能给她 这二百多万 我还要生活 也就是这二百多万 您肯定不拿出来 但是其他的财产 您怎么处理 您爱怎么处理 随便是吧 反正我货哥那儿呢 那有我货的行 我货哥没死你 那你告我去吧 告你还不见诚了 老妈妈 我跟这女儿说两句话 一个确定的 就是老妈妈说了 我撤销了遗址 两个不确定的 第一个不确定 房子是不是能归您 不一定 今后老妈妈 如何处置 整个家庭的财产 不一定 所以我想让您啊 综合这三点 好好的考虑一下 对 还是律师 这位女士 我们其实也希望 你回到节目现场来 因为今天好不容易 全家都来了 把这事摊到面上来说 您愿意回到 我们节目现场吗 我先跟那儿 我说一句吧 我就说这意思 那个就如果说 这个房 是我哥的名 就说掉过头 就我妈会怎么做 都是她亲生的 她干嘛 为了谁就跟我这样 就打 就得给你让 那不是你的房 不是你的钱 我今天就给你叫 你瞧你给不给吧 您也别跟我叫 我甭跟你叫 他一直都在跟您说 你听什么给我呀 你是 哪个房子是你呀 我已经给您了 我给你 那我已经给您打过一半 多了 你是 你听什么打一半了 你说好 你说的 一人一半 对呀 那里面就出现变化了 那你干嘛 那你教授我哥知道 哪站过进来呀 你哥猜我 怎么了 怎么了 那是你儿子 他老儿子 你肯定吓着他呀 他老儿子 他老儿子 爱怎么等着吧 我走了 母亲为收回 剩下的一百多万元 卖房款 撤销了立给女儿的 公正遗嘱 母爱的天平 也开始倾向儿子 情绪激动的女儿 愤然离席 面对僵局 儿子会说些什么呢 先生 妈妈和女儿 现在的这样的状态 我想问您一下 您现在的态度是谁 我很着急提劳母亲 咱们不说着急 你告诉我方法 那我尽量去劝我母亲吧 怎么劝 放下 别有那么多顾虑 就想那么多了 想那么多 放下 先放下放下 慢慢来 把先把身体弄好 您有没有劝过妈妈 这样一句话 妈妈呀 那是 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 那也是女儿 那是我的妹妹 给她就给她了 也没有给外人 我说过 我母亲可以给我作证 对 我说过 哥哥说过吗 说过 说那个 您先别跟她较真了 说以后再说吧 劝我 我说不行 你能劝我 你说是你 我是特别坚持的 你明白吧 我这心的窝心 她的全面不容挑战 我天天是有病啊 我天天睡不着觉啊 我这心难受着呢 我得癌症了 她赚着我三百多万 我一点得不到 我难受不难受啊 我想问你 那个问题是 如果闺女这钱 她真的 因为我看出来 姑娘的脾气也挺硬的 如果她这钱 她就不拿出来 您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法院 您都说您得癌症了 可是我真是不建议您这样 不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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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不死 我一天要的 我就要的这钱 但是正是因为您闺女 并不了解妈妈的心理 她也不了解妈妈的性格 她也不是揣摩 所以导致这么僵的一个局面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想 请这位女士 您回到现场来 在帮女郎的劝说下 女儿答应回到节目现场 事情会不会有所转机呢 来 你搬个凳子吧 又还能沉 坐哪儿 你随便 我坐这边吧 你为什么坐那儿啊 我面对这绿 你坐专家席啊 就绿专家 我怕你老妈走 你打我呀 打 不如八道 身体的这个位置和姿势 其实特别能分心理的距离 就是第一场 母女合场的第一场的时候 女儿一上来坐定以后 老妈的那个姿势 全就面向观众了 我们摆的位置是面对面的位置 但是老妈已经全然转向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老妈说会冲出来打你 老妈现在身体姿势 根本都不想搭理你 打了几回 完全不理我 就跟那天去卢相似的 就那屋 那所有的东西就全变了 自个人拿俩那床底搭一条船 就弄得那么可怜 那你说是 就是这么回事吗 那完了那床 还就落我那屋 那床上去了 这你也说得着啊 那可不是吗 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你妈妈把她的东西收起来 弄得特别可怜 就好像我那个在那里 老太太那屋里 一直放了一张大床 放了很长时间了 可能还得有 就十几年了 咱们都已经采访那天 她回去了 才知道 走了没几天 这个大床立马就换了 对 换成一张床床了 所以她从形感上换 你说就怎么 我刚走没两天 你怎么就把床给换掉了 对对对 不一样你连我走吗 就那意思 她觉得 他自己跑的 是不是我自己跑的 您不听着打我骂我 我能走吗 那你要办那个 不伤害我的事 我怎么 我怎么办不伤害你的事了 你怎么不伤害我 三百周晚 你卷你就跑了 你还好好伤害我 那您坐这 您还不伤害我 您还要怎么伤害我 坐这 我都坐这这么远了 待会您还凑过来 是不是 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您哥哥 比你学的聪明一些 我刚才说了 我不会表达 他说的一句话呢 非常能够代表 您妈妈的性格 妈妈的权威 在这家里是不容挑战的 妈妈尽管找你要的是钱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要的是妈妈的权威 你有没有想过 试图去了解一下 你的妈妈 你妈妈到底是个 什么性格的人 我妈一辈子是挺强势的 所有的房间 就是那个全是我妈收 其实老太太手里头 她并不是说没有钱 你知道吗 就是她看病 她其实有钱的 对 不是 那养老钱都够 就对不对 你这钱就没关系了 我前提前 你刚把我有钱 我把钱已经给您 就打过来 你该给我 那也够您那种的了 你什么叫够 那您有病的时候 什么事 血压膏身上病 那个什么 不是那您快死了 是谁救的您啊 行了你 你救我 你尽力是善意应该的 母女针锋相对 几个月前 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关系十分融洽 母亲对女儿也非常认可 糖尿病 血压膏经常的犯病 一犯病就死去活来的 那真是就得抢救 赶紧就拉车 就得拉医院抢救我 经常的 对我这闺女全知的 幸好有这女人俩 在我旁边 救了我多少次命了 真的 要没有这女人俩 我也是 走早就死了 其实这丫头我挺好的 这不是那么坏 就这次卖房 她把我弄干了心了 但您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不把这钱拿出来 你妈妈那儿 可能还真是脱不了干系 而且下一步 她手上的这些财产的处理 她可能还会带有 另外的一些倾向性 那么您有没有想过 就像你妈妈原话 我捡了一个芝麻 是不是丢了一个西瓜 就说钱我给了我妈 我这个家账 我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我早想过 她也说过 谁跟你说过 因为我上晚班 这我哥跟我妈 有人就聊天 我个人就在那屋里 也听到了 就也听得到 你知道吗 就跟我说了 明白了 也就是你能够从这家里 你觉得能拿到的 可能就是最后的 就是这一些 反正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 那我拿到了 我就据为所有了 然后其他的你给不给 你自己看着办 那你愿意给我 就给我 那个是我的 你就给我 就对不对 对 这句话太对了 律师也都说了 这个房子 如果是真正走到法律程序上 也不一定完全就是你的了 到时候如果通过诉讼的话 您还是要拿钱出来 怎么办呢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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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也没法执行了 对 没有了 你不会再买房子吗 那再买房子 那就还有哦 那我得为我自己考虑 有一个请求啊 能不能请求 我跟这位女士 在台下单独聊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先来 女儿认为 她离异后 带着19岁的孩子 还得生活 他们从老宅搬出之后 寄宿在朋友家 手中这200多万元 是他们唯一的保障 母亲认为 340万元卖房款 她愿意给女儿一半 如果女儿仍不知足 她将诉诸法院 双方各执一词 在霍律师的建议下 双方分场沟通 又能否作笑呢 我觉得那会儿 是不是你们背后 真的是让她觉得 对其他的家人 她就没有安全感 她就想把这钱 都归于自己有 她挥过 你俩约定好了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挺好吗 咱们再讲讲亲情 我也管214万 你给我打过一半来 什么兄妹型 这完全可以讲 但是前提是 那钱你要给我 明白 你干嘛非要把自己 陷入到那不仁不义的地方 我刚才为什么从场上 把你叫起来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女儿 现在就是死活不拿出 这个钱吗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 我觉得是有她的分析 对 倒是这样的 她现在特别没有安全感 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要保护她的女儿 所以她现在手上 只有这些 她一点都不敢说 只有男儿的钱 我才是我的定名稻草 对 还是我给崇拜的 2012年我给她 1011主 教这个胆子 要怎么把她给崇拜 从我的专业角度讲 到现在这个现场上 母亲的这个态度 我也不是特别倾向 我去劝女儿 服从母亲的这个要求 为什么 我觉得 你可以把它分割开来 我的财产是我的财产 但是情感 还是要相互流动的 那你做什么事情 都拿着自己的财产 放在第一位的话 这个谁都接受不了 是 她拿出来 我马上就改变 你行不行 我马上就改变态度 拿出来就改变了我的态度 你会怎么样对女儿 你会邀请她回家吗 我还可以答复你 跑 是他们娘俩跑的 我没有控她一句 现在在这情况下 如果她要把钱给了我 您爱回就回来 您快回来更好 你妈妈就是小的事 我抱着这些财产 你们呢 都紧紧地团结在我 男校间 她想用这个来制约你们 如果我非得让您回忆回忆 您闺女对你好 比如说您给我举举例子 我听听 我上医院 我有病 我一年的病 不说十岁 也得说八字吧 都哪次上医院 就是我的闺女 那边还没有车 自己没有车 她借咱同事的车 也把我拉医院进去 这都是她的好处 我不忘她的好处 多少年如一日的 一直陪伴着你 对对对 她一直跟我过去 但是我有什么事 就是她先知 她后知 我怎么不念她的好呢 其实这家里 还是会有一些情感 这样的片子 怎么叫情感 对不对 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 生了十三千 老太太那种外星人 因为什么缘故 是上我们家住来了 对 我把我的房子腾出来 平房 腾出来 我就去睡小男人屋去 给我这外星 她应该是我外甥女吧 那时候刚才这么一点 你知道吧 这个我当哥哥的 坐在这儿可以了 是吧 单个的 你要说妈妈能干 对吧 而且家里有什么事 她很愿意抗慨几囊的 对不对 是的 没房租给钱 想买车给 对吧 没房子买 但是呢 你看哥哥在这儿也是 我看她一直都是 很中文 很温和的样子 坐在这儿 妹妹呢 其实我也刚才也说到了 她上场也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 但她也是那种不善表达的 我不认为她是一个多坏的人 对 对吧 而且之前呢 也对妈妈挺好的 所以单个体 我觉得都还可以 但他们家一家人在一起的相处模式 特别是交锋的时候 那谁也不让谁 老太太意思 你少给我也得给我 少一点都不成 说了 我可以劝你老太太 二百万一半 你给你考虑考虑 让她少给点 经过沟通 母亲仍然坚持极简 渔情 渔底 渔法 你哪个游战 你干嘛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观察室中 通过霍律师跟女儿的交流 她的态度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来 霍律师已经带着我们的 妹妹已经来到现场了 来 我建议你把凳子挪个位置 先从姿态上改变一下 来 我坐这儿 先坐这边 来 咱们都先不动 刚才我跟妹妹沟通了几句 其实妹妹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只是之前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妈妈好好说一说 好不好 好 妈 你别生气了 我向你道歉 行吧 那个钱我给您 瞧瞧 你知道吗 不 行 行 咦 这臭的事太神奇了 真神奇 这是想清楚 可是说您得先容我一段时间 因为那杨冉还要上学现在 就马上就要上大专 就上学 我肯定给您的钱 那您忘记 你知道吗 杨冉去年上大学 我给交了一万万年学问 你不是 还没上完呢 你能听我说完吗 我向你道歉 那刚才我太多不好 那这些日子呢 就说那也没好好照顾您 那您也甭成绩 回头大妈会去做个检查 那明天我带您看病去 行吗 那行吗 我告诉您 您看着女儿 她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她是真心诚意的 你没成绩了 成呗 都是我的错 钱拿来 钱肯定给你 拿来 您真容我一段时间 那你跟律师那儿写 我写一字去 老妈妈 写 老妈妈 其实女儿不是一个坏 刚才我也跟你说 老妈妈是为了死的 其实大家也能看着 我刚才跟女儿讲 我说妈妈现在有的钱啊 周游世界都可以 她能活五辈子 她为什么还要再去正绩 不都是留给儿女的吗 其实人到这个年龄 大家心里最求的是什么 其实是安全感 是想有一天啊 当我们老了 我们动不了了 能够像父母照顾子女一样的时候 子女你们能要那样去照顾我们吗 其实每个老年人都心里是这样想的 就像老妈妈刚才说了一句话 百年之后能带走什么 一片只能带走 她最想带走的是那份情 是心里想着我 永远有儿女在惦念着我 这可能是每个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 有些儿女他们不是不孝 他们为什么会给父母去顶嘴 我不是帮助他们去辩子 他们有的时候总想着自己还小 那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妈妈 还想着像小的时候啊 跟爸爸妈妈耍耍污赖 但是我希望全天下的儿女们 都能够理解 我们大 他们老 可能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去打无奈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去撒娇了 反过来我们应该让妈妈撒娇 真的我说一句话 两个半句 父母 帮我们成长 我们要陪父母变老 那以后我跟杨远还得跟您外活似的 就还像以前的还得照顾您的 就就是这样 那你想那杨远18年 她她对人也有情啊 其实我都知道您那您是什么行李的 您其实就是什么杨远 我都明白知道吗 我以后 那肯定跟杨远 就是跟你 好 跟以前的这么照顾您 就就上来了 好吧 好 不行 那跟女生长给我写出一条来 写出自己来 她今天写一个条 她的这个效率 和您的这个协议 法律后果是一样的 您现在的证据 她也应该把钱给您 不能说全部啊 我都不信了 因为我都骗过太多了 她呢 也跟你说了 可以相信 妈 你也是自己的女伴 你这样是吧 娘娘 娘娘 给我打过一半了 一百万的一半 五十万 我先瞧瞧病 那五十万咱们 当时全国群众呢 也没不了我的 好吧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这总共您还需要 闺女打一百万给您 一百万给您 但是现在只需要五十万 另外五十万以后再说 以后再慢慢的 可以吗 女儿 眼头了 还好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这一刻 我们应该跟女儿鼓鼓掌 我觉得七十二岁了 就是很多老年人到这个时候 已经活得很淡薄了 已经看通很多一切了 为什么这位老太太 七十二岁了 还紧紧地抓住 我觉得在她内心深处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匮乏 这种匮乏可能是 青年的时候 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 然后壮年的时候 一直在为儿女打拼 就是她这一辈子 获得的爱太少了 她看到的就是实在在的物质 只有我这些房 我看得见的这些数字 才是我真真实实 能够依靠的东西 基于这一点考虑 我也是恳求就是 儿子女儿包括所有的家人 更多的赋予老太太爱 这种只能靠爱的流动 才去能误会老太太的心 就是她现在比女儿 可能更没有安全感 而且她活了七十二年 她没有感受到外界 对她的支持和爱 对 所以她现在不停地 要索要这些东西 作为品牌 我对杨景老师这段话 真的是说的特别特别好 说出您内心的声音了 我们来这真的不是为了解决 这一百多万块钱的问题 而是真的想想 走出这个演播室了 我们的妈妈 我们如何让她 我们如何让她 剩下的这些岁月过得好 过得快乐 您让这俩孩子跟我 跟我表示一下 他们以后怎么办 好 对 你这个题好 那我先说了 咱这说了 咱这说了 您是我亲妈 那以后我得好好养活您 您别跟我计较了 抱抱妈妈 就我也是您亲生的 我也不是那个舌头蹦的 行吗 您就别跟我那个就计较了 那以后我好好掌握一下 对 从明天开始 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 我们坐在一起好好的 把这未来的日子 怎么过好 好好说清楚 好不好 经过专家团队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帮助 这场母女见 借您买房的风波 最终得以平息 这场录制呢 到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 其实看到这样三个椅子 已经是空空荡荡的 当时已经离开了节目现场 但是看到这个三个百位啊 非常有意思 其实她们三个人 一直是各自为营 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 了解到母亲 以及我们生活当中 对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体会 其实应该是温暖的 是很有爱的 所以我在想一个家庭当中 母亲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 让我们感受到爱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您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能够更加的去爱自己的家人 在这个家庭当中 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深深的母爱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剑是快乐 黑剑是悲伤 当黑白剑同时弹奏时 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各种烦恼 用心灵听 改变生活 生活广角 365天全天候守护你